今年逝逢高雄港主港110周年 高雄港物分公司特别举办系列活动 除了开放过去受到管制的 站四库到站七库 以及推出影像特展之外 还打造了4000多坪的高港水花园 成为留影打卡的热门景点 您不妨趁着元旦廉价前往参观 高雄港区在管制造厕俗之后 民众可以从站二库一直走到站七库 来体会高雄港的蜕变 以及欣赏高雄港的海阔美景 民众可以到五号码头逛逛港兵潮市集 到六号七号码头参观艺术创作 和玩玩游戏城堡 另外一边则可以看到大船 在港内停泊的无敌港景 风景很美啊 然后人潮也变多了 之前听说这边不能进来 然后后面知道能进来的时候 又觉得还蛮特别的 还蛮开过的 船只这样子 你有看过这样的高雄港 比较少啊 就之前大概国小国有来过这边 高雄港务分公司还利用四号码头和港使馆 推出影像特展 记录原本是一处小渔港的高雄港 在打狗港通商后进入国际贸易网 之后历经日志和民国时期的 主港和开辟二港口后 要升全台最大港的历程 而除了影像特展之外 高雄港务分公司还在四号和五号码头外 开辟占地4300平的高雄港水花园 巧妙结合水流造景 形成一处绝美风景 值得留影打卡的好聚处 在四号和五号码头前方呢 港务公司是打造了一个水花园 下面可以看到的小桥流水 还有凉亭 以及很棒的一些植栽 让民众可以在这边散步休闲来玩乐 今年适逢高雄港主港110周年 港市合作打开蓬莱山港区 让民众走进高雄港 深入了解它的发展轨迹 也走出新的港湾生活样貌 港东新闻潘志光 赖昌邦采访报道